书接上回 接说一段 雍正剑侠图 上回书 说到宝阔宝月 现身在 七星八宝 转心亭里 那宝阔宝月是怎么来的 因为前文书咱们交代 今天因为要拿 秃头离的马子 跟这个恶老道 陈道长 所以就在这个 三皇冠外头 坟地里头 大伙动手 结果来了一个和尚 和尚当时 可就把 动手的各方面的人 全都给喊住了 这一瞧啊 全认识 书中代言 和尚是谁呢 和尚就是 西风党老 秋禅 这西风党老 秋禅是怎么回事呢 他跟啊 赛达木元秀也认识 他跟马宗旭也认识 跟宝阔宝月也认识 他还大门 怎么这四个人 打起来了呢 而且一瞧啊 还不是切磋武艺 真杀实侃 以性命相搏 那么 秋禅说 你们别打了 你们跟我说说 怎么回事 马宗旭 知道这过程 赛达木元秀 跟宝阔宝月 全不知道 因为什么打起来 全不知道 那问马宗旭吗 马宗旭说 皆因为啊 这个陈道常呢 跟我是个道友 带着马尊来 马尊呢 又是我本门的 这么一个私伙计 管我叫点什么 庇护于此 哦 那马老道你不对啊 秋禅说 你的门户很高 书中代言 马宗旭 您别看这个人 人品不是特别高 但是在咱们这套书里 他辈分不矮 他和八十一门 总门长 老建个欧阳修 是师兄弟 要不怎么张方管 他叫师叔呢 皆因为欧阳修 瞧住他这人性不好来了 所以不理他 也不允许啊 他老上那看得去 搬到广东龙门之后 马宗旭去 瞧师哥去 欧阳修对他很冷 他说你少来 所以江湖上的朋友 冲着欧阳修呢 大半还都得给 马宗旭面子 浮云道长 要跟一般人动手 那武术够用 要跟成了名的 剑侠客比差得多 秋禅的能力 远在他之上 所以秋禅敢说他 说你不对 你明知道这两个人 一个是刺杀 钦差与钦犯 就是你的族亲 他是您马里面的孙子 你也不能这样 那国法是大的 你庇护他 岂不是惹祸上身 另外 还有就是 这个陈道长 陈道长犯的这个案 为江湖同道所不耻 都是先奸后杀 你既然知道了 你就不应该屁护于他 更何况你平常 发卖蒙汉药 你也不是什么好比 这样吧 教训你轮不上我 马东西 我也不要你的命 你回转三皇冠等着 日后 自有你门户当中的师长 前来惩治门规 把马东西扫得够呛 再一问这仨和尚 全帮忙的 塞达摩元秀一听 你瞧我这帮帮的 我就知这 我跟马东西是朋友 我知的这样 我别伸这手 秋禅拿手一指 他你也不对 你放得好好的少林寺 不干 你跑这干嘛来了 元秀说 我受气啊 你可不知道 说云南来俩和尚 云南胡尔山铁扇寺 有个紫面齐兰佛祭祠 铁面齐兰佛祭圆 两个人还受黄蜂四倍的给发来的 四倍的也让这俩上这干啥呢 面壁受戒 学礼来了 说白了 上我们这儿劳动改造来了 发过来的嘛 好 这二位到这里都 更得意了 一个讲经 一个论武 俩人现在是我们少林寺的教师爷了 我可是武僧先寺 原先的达伯唐归我管 他们这一来 大伙都听他们俩的 甭说我的徒弟 就我的师哥师弟 竟找他们俩小能的 求谈一听 元秀 那么祭祀祭圆的本领 比你大不大 那我倒承认 确实比我有能的 完了 那甭说你的师哥师弟 你的徒弟 就连你都应该对人家小 你怎么还气怀呢 谁呀 你顺开封少林寺出来的 呦 那么依然您呢 回去 放心下 找祭祀祭圆 好好承认错误 我再给你们方丈写封信 让你们方丈 从中给说不说 祭祀祭圆 网开一面 收你个带拉师弟 传你个一招万事 打这以后你就算阔了 元秀一听 我 我就会躲他们俩出来的 这口恶气难平啊 你听我的没错 咱俩是朋友 哎呀 都是出家人 龟一三宝 怎么看不破 名利二字呢 那么 那少林寺 一个奸寺 打磨堂 闺女负责 这叫什么职务 对不对 大伙不服你 服人家 你就应该找你自己的缺点 问题 哎呦 就这样 秋缠一劝他 元秀啊 其实也理亏 再有一个 他是少林寺出家呀 啊 那少林寺就是他娘家一样 谁愿有家不待 在外边待着 你到哪庙 挂单 啊 跟人家那儿好 等于就是要着吃一样 呃 也不舒服 元秀一琢磨 咱您说的也对 我回去吧 把元秀也打他走了 降龙俯虎 二罗汉 叫宝阔宝月 说你们俩呀 我有重点的事情 你们俩干嘛 你们俩上七星山 上七星山干嘛 断国鸡断国柱 过生日 我们哥俩要去 赴寿宴 谁给你们信 二端弟兄 下请点 不是 我下 为什么我走到这 算计你们这个日程快到 这两天我常在此处 不能让你们上七星山 一上七星山呀 可就把事都说破了 哦 您找我们二位干嘛 哎 皆因为你们两个人哪 不怎么在江湖上走动 认识你们俩的人少 能为可是高的 现在有个机关大事 需要你们俩两个去办 那您说吧 那秋缠什么意思呢 感觉秋缠呢 给七星山呢 推荐完 过零星山一场原话之后 他又后悔了 但自己第一是出家人 第二江湖上的道义 不允许的出尔反尔 明知道二端弟兄 思冲万龙藏丰岛结交西安侯 是国家的反叛 那么日后如果讲事做大 于国愚民大大的不利 自己不能眼看着他 这样壮大起来 可是自己推荐完 过零先生原话 知道这个能为太大 通过他的协助造下一座 七星八宝转心亭 日后 那就是江湖路临到的一扇大门 任谁你也打不开 二端弟兄自此敢说是高枕无忧 不惧怕任何江湖通道 纵便是我的老师 二剑和江达江本出 打上了七星山 只要二端 往七星八宝转心亭里边 一藏一躲 你躲的剑可躲的能耐 没用 二剑和江达也不疼 那么自己推荐完了 盖完厅子 他有点后悔 可这会儿要他出头 说要破七星八宝转心亭 于情于理说不下去 二段人也明着没招着我 怎么办呢 我得往山上安插俩我自己人 有名的人物 二段弟兄熟悉的还不行 这么办得了 我呀 我把宝阔宝月请来了 宝阔宝月跟段国记段国柱啊 认识 认识可是认识 段国记段国柱 知道这俩和有能耐 江湖上人不知道 这样做事隐秘 你要是宝阔宝月 街交的朋友多 都是江湖道的人 俩人一说上七星山 大伙全知道了 这样的人还不能请 交际广的朋友不能用 赠着假冒的段国记段国柱的名义 再下上一封请柬 把宝阔宝月 顺河北省就直理 给请来了 半刀一迎没想到这儿 坟地里边正动手 马宗旭轰走 把赛达摩元秀也打发了 现在跟这师兄弟一说这个机关 我打发把你们推荐到 七星山上 皆因为七星山 有一座七星八宝转新亭 他所仰仗的全是机关消息 但最主要的是他这三楼 三楼上面倒没有什么特殊的埋伏 所以要有能人 破了他的机关埋伏之后 到了三楼之上 如入无人之境 需要有两位武功高强的人 镇守三楼 可是错非咱们出家人 别人不行 宝阔宝月 那为什么 他待不住 您琢磨琢磨就一小亭子 锦上面一小阁楼 里边就供着一尊如来佛 地方又小 而且没得干 虽然说有通风的通风口 那里的也憋闷得很 就说点着有灯 有点亮 但是什么干的都没有 错非咱们出家的人 能打禅 能念经 一坐坐半天 没事 而且还能练功 你们二位是练内功 要广练外加的 那也没戏 他得找宽着地方 真得练 诶 时锁时钝子 操装过手 他得练 这不用 完全是气功 那么我跟他们说 把你们哥俩推荐到山上去 你们哥俩在七星八博转心亭里边 日后等有人破亭的时候 咱们是理应外合 宝霍宝月一听 那好吧 跟着秋缠可就上七星山了 秋缠这两头说 见着二段弟兄一说 说这亭道德没有 段国基段国陆说 造德了 大师多亏您 您要是不把原话给推荐来 我们凭山上的这些能功巧架 老了也不成 就这个在原先生指导下 拿着这阵停图 这才把这座停的造好 万无一失 秋缠一听 微微冷笑 万无一失 那么原话是谁推荐来的 您推荐来的 那么原话要再跟别人走 怎么办 什么意思 要有别人比我跟原话交情重 或者说许以重金 甭管是威逼利诱 原话有那么一天 他不像给你七星山了 那么这个庭由他所造 他破的破破的 依着您的意思 杀人灭口 咱们原话给除了 那机关又秀了怎么办 卡住了 或者哪不灵了 或者哪发动完之后 再往回装 你不会装了怎么办 那还得找原话 原话让你灭口了怎么办 那这人不能死 把他软禁在我七星山 凭你也不配 原话别看 武术不算特别高明 但是这个人学识渊博 三教九流五行八作 只有你不知道 没有人原先生不会的 要不他也不敢 网成破灵先生 一视通百视通 触类旁通 没有人不懂的 为什么这功夫不高 也是因为这耽误的 他杂学多 就凭你小小一座七星山 你二段弟兄 想困重原话也不配 慢说是你 就是我的西风禅林 也不敢说这话 就是江家集上 我的恩师二贱 那跟原话忘年之交 半师半友的朋友 那您派我半天 怎么办呢 他得有方法呀 得派一个武术高枪之人 镇守你的三楼 纵便是一楼二楼的机关 给破了之后 三楼地方狭小 一夫当官万夫莫开 找两位武术高手 再次镇守 好 武术高手 那么你看 我山上 有谁能担当此任 你们哥俩行 我们哥俩那甭干别的了 天天不在亭子里头待着 拿着当鸟养活就不成了 是啊 秋差新的话 有点工夫你们还接交西安侯呢 你们还得撕通万龙藏崩倒呢 一般人待不住 能耐再大也待不住 就是江湖上武术高明之辈 多了去了 但是真说在这亭子里 待多少天 都不用出来透透气 错非是出家人 和尚老道行 能够参禅打坐 就是您了 明白了 您是毛髓的自建 我疯了 你去过我这西风禅林没有 去过 怎么样 好一座 佛学之地 幽静禅林呢 那地方真山真水 而且建筑惊奇 我们到那每回都感觉着非常舒服 是 那么好地不待我在这阁楼里面待 您想这话全让您说了 那归期怎么好呢 我给你推荐俩和尚 能为都不在我之下 俩盯我一个 谁呀 你也认识 宝破宝月 哎呦 怎么把这两位朋友给忘了 请得来吗 请得来呀 正好路过山西 现在就在我的西风禅林 到这儿 那么现在人俩乐不乐意 可还不知道 你们哥俩受汤累 遇不点礼 跟着我 到我的小摊摊摊 哎 到我这个庙里头 请人家二位 因为这二位是没事 要出去云游 哪不这在 在你这七星山呆 不也是呆吗 太好了 二段一琢磨 凭我二段的武艺 凭我山上的山威 凭着我河山 楼楼兵这股势力 再加上乐他岭 这搬头太岁 多头太岁 赵远桥赵小前有俩 二百长工手 我后山还一伙神爷 七星八宝 转心亭 在家这俩和尚 不是我二段弟兄狂啊 甭说陆林道 纵然是你千军万马 从北京朝 万岁出朝 你发来人马 攻我的七星山 自此料也无方 你说这西风党老秋长 够厉害的 这种人最可怕 他惯着你 他说你是天下敌 你知道吧 培养你骄傲的情绪 就是把你捧杀 就这意思 这又送俩和尚 俩人真当事办 预备东西 新僧衣 新僧帽 新僧邪 预备素斋 哎 然后 恭恭敬敬 跟着来到西风产林 拜见宝货宝月 哎呀 二位大师 应当保定府找年天 最近一直推了 也加着山上事多 没看望二位大师 怎么有功夫 到了山西地面了 来怎么不通知一声 你叫我们俩的和尚 和尚找和尚 你上七星山干吧 你是战山的 我们上这个 秋川党老师 也对 这孟哥俩知道信吗 来看看你们 当朋友这么走 宝货宝月新的明白 那假意寒暄 三推两让 这才答应上七星山 到七星八宝转新亭 把一层二层的机关 完全都关住了 带着俩和尚的 一转圈 俩和尚一瞧坏了 怎么 我们俩上去之后 就开闸了 机关一打开 是底下人上不来呀 我们俩也下不去呀 要不秋山找我们俩呢 这不是耐得住性子 耐不住性子的事 你想耐不住性子 也不行啊 关键语呀 喝这朋友这盲帮子 宝货宝月有点后悔 但是说不上来呀 这是大事 既应了人家秋山了 就得把事做到底呀 自此哥俩可就困在七星八宝转新亭 吃饭有人给送 您可听明白了 这送饭的有学 二轮弟兄嘱咐了 开一楼的关二楼的 开二楼的关一楼的 先进一楼 进一楼 把消息关了 上二楼 到二楼把二楼消息关了 一楼的打开 你甭打他跑 那么两个人的便利呢 有人给负责清洁 就是僧衣 洗漱用的东西 完全都给你送新的 每天有人伺候俩和尚 可就是一节 太慢的行 金牌来了 这天二轮弟兄亲自上 七星八宝转新亭 三楼以上 见两位大师 跟两位大师 这一项客气 宝阔宝月能说上 没什么 我们倒待着惯 每天我们就是 文武的功课呗 除了念经礼佛 就是越用气功 太好了 我的小高楼上 就是闷点 不过打今天开始热闹了 后来一听 怎么着 怎么热闹了 您看这东西 把金牌打开 宝阔宝月一瞧就吓一跳 怎么 带天巡守如震亲临 清差用的东西 这个 阿弥陀佛 怎么意思 这是 清差的 怎么要有清差的事 宝阔宝月一听 不是 马尊厮杀 清差吗 哦 清差已经架到太原了 哦 怎么回事呢 这个 您知道江湖 有个马尊的 啊 知道知道 他叔叔您知道 马亮 哎 马亮把这金牌偷出来 送往这儿来 哗 塞赃陷害于七星山 我们哥俩一时糊涂 给拿过来 七十二段一点都不糊涂 二段心的话说 金牌啊 我们还往剑山送啊 马亮是剑山的人 他憋着送剑山 我们还憋着送到万龙藏藏岛去呢 我们把这打算献于西安侯呢 这个贼贼贼一哈腰的事 二位大师受累 打今儿岂有专题项目 看金牌 您看这如来佛没有 把这金牌就挂到佛爷手上 甭管什么人上来 格杀勿论 好吧 你们忙你们的吧 把金牌挂好了 俩和上 跟着呆着 可是三峡 来到了七星八宝传心庭 提前二段弟兄 先把俩和上放出来 这会俩和上让走也不走了 那么秋缠 一瞧 自己把柏林先生原话推荐给 佟林等了 佟林到这闹来了 那么现在 柏林先生原话答应要破庭 但是宝阔宝月还不知道 自己想上这么一个祭祀 预备一桌素席 亲自压着上七星三见二段弟兄 二段弟兄不知什么事 大师您有什么事 庙里的施主啊 施舍到我庙里两桌素席 我不肯独享 我留了一桌 这一桌送到七星山 按说七星山是应有尽有 不缺我这一桌饭 可是了表寸心 那么请您啊 带我转交七星八宝 转心庭内的两位大师 宝阔宝月 自从我推荐上山以来啊 一直短败 可是现在我听说山上有事 我也不便久留 都是江湖上的朋友 碰见之后我多有不便 我像个谁不像个谁啊 那么这桌素席 您给送的情的理的剧就行 二段一听 对 还怕秋缠管闲事 为什么秋缠不可怕 秋缠深厚的才可怕 秋缠深厚的就是二贱 这些事要让江达江本初知道了 自己的七星山可就悬了 打这说秋缠走 把这桌素席派人 可就送死停了上头 宝国宝月呢 一听说秋缠送来呢 另眼相加 一定是高的 庙里的施主施舍到他庙里头 他不肯独自眯了 给我们送了一桌 得了师哥 师弟 咱们哥俩也有日子没吃着好东西了 不过七星山伺候咱们挺周到 但是这个 人家秋缠长老送来 咱们开吧 俩和人开始吃饭 当中间有个大鸭池子 里边呢 有一只八宝酿鸭 说是鸭子 实际是豆皮吹的 里边呢 让的是八宝饭 这一桌鸡鸭鱼肉完全都是素的 一点混血都没有 厨师傅手艺高 咱俩吃吧 一吃这八宝饭 嗯 师哥 咱们的师弟 挺好的八宝饭 我怎么吃的有一味 什么味 有股辣油味 我扒了吗 一扒了扒了出一辣丸来 辣丸 拿布擦干净 拍开了里边是一封密信 赶紧秋缠呢 按送一封密信 说你们俩是不是建着金牌了 要建着金牌可千万别动 钦差派人马上就到 进得了七星八宝 转心停的 一定是波林先生原话 那么原话到了之后 千万把这金牌给他 不能听二传的格杀勿论 酸枣远青红不分上来 您都给宰了 那可不成 咱们破他的七星八宝 转心停 就在此地 宝货宝月天天 坐在这 马眼盯着这个楼梯口 哪只墙上画动 小不冤王还 拿着刀 蹭券穿出来 要从这上来 宝货宝月 山上把他擒住 然后得问 你是不是波林先生原话 不是怕打死 是摘金牌拿走 这信里写的就是 从墙上铺了一个 这打哪来的 这是哪头的 宝货宝月 一时愣住了 没敢动手 弥陀佛什么人 小不冤王还 这地方就得说 福至心灵 要以报 小不冤王还 无名之味 他不知道 石夺石金生之铜 他报石夺石金生 火神爷 赵德谦 赵二爷的好朋友 因为他打赵二爷 这无来 宝货宝月 别的不知道 石夺知道 赵二爷知道 火神爷 赵德谦 火德真倦 这老爷的在江湖上 引记好几十年了 怎么这孩子 岁数不大 会跟他是朋友 你是哪部分呢 你光说你跟谁是朋友了 我就问你上庭干嘛来 盗取金牌 盗取金牌 你所谓的什么呢 你瞎 我为了把它管给钦差 你跟那个柏林先生 原话 铜林什么的 那我们都是一头的 我就是铜林派来的 行了 谁说把金牌摘下来 那你拿着 出庭吧 打哪来 拿哪走吧 为什么一楼二楼 有机关呢 我们俩都破不了 再说我们俩 还得跟你一块走呢 王环一琢磨 你们俩走行 我可不能走 为什么 我除了破亭盗牌 我还有复仇未报呢 二位大师 信得过我王环吗 信得过怎么样 信不过怎么样 信不过随我一同走 要信得过 你们俩走 我不走 受累 把这佛爷帮我搬起来 然后把您这僧袍 脱下一身里 我得办佛爷 我拿着金牌 在供桌上 我等着他们 宝阔宝月一听 这里还有事 你拿着金牌 走不就完了 我们俩也就交差了 破亭盗牌 只要这牌 交回钦差手里 我们俩对着朋友就行了 跟这亭盗 待着不好受 宝阔宝月 实在是不想待了 我还有复仇未报 七星山有仇人 哦 阿弥陀佛 王法 我们俩就问你一句 把金牌交给你 你保得住吗 我保得住 至不计我还能从墙上走呢 墙上那头通哪啊 不知道 就是赵德谦赵二爷住那头 哦 是是是 赵二爷在吗 不在 好 咱俩快走 俩和尚帮着他把佛像给搬下来 还留下一身僧衣 让他穿上 他把金牌一挂 站在供桌上面 冒充如来佛 宝阔宝月 由安门走了 这儿是原话上来 伸手上供桌 要摘金牌 王桓说话 王桓说大胆的原话 其实他不知道 但他听宝阔宝月说 来取牌的 一定是原话 他这一壶把原话唬噜了 上楼的众人不敢动手 谁敢跟佛爷动手 敢认清是小不原王还 这才说明原委 同志们 这个所有的钱牌 当到今天全得给他对上 大伙一条 金牌已然到走了 此时不走 更等何时啊 杀到前山 要去找二端弟兄 一破他的七星山 二要拿马亮 三要给小不原王桓 报杀父之仇 猛然间就听着停的以外 哒哒哒哒哒哒 一阵帮子响 大家伙推个楼川 往外 咱们一瞧是大吃一惊 一片喊沙之声 倒牌 破停的这帮江湖人 你们一个也走不了了 谁来了 搬头太岁 赵远桥 多头太岁 赵小桥 一人俩来了 司徒朗把赵小桥捆好了 往这一挂 他们走了 乐陀岭那 还有赵远桥那 赵远桥带着二百长弓手啊 他生气啊 你苛扣人底下 长弓手的乐响 还盖着豆腐账 东庭湖卖臭豆腐愣追着山西太山湖了 一该该人一千两银子 你也就是我亲儿子呀 换别人我非得要你的命 可到底是老谋神算呢 坐着琢磨一会儿不对呀 什么卖臭豆腐的 有这么大的胆量 有这么大的毅力 这么大的动力跟决心 顺洞庭湖 追在这儿咬着 再说呢 卖什么豆腐值一千两银子 一臭豆腐摊 多少钱的本 多少钱的粒 一千两银子 得买多少臭豆腐 这里头有事 二百长弓手带着 他往骆驼岭上边一走一瞧 好 他儿子捆得结结实实在树叉上挂着 过去 摘下来 问明白了他儿子怎么回事 赵远乔大怒 赵远乔应该 死守骆驼岭 这是二段下的命 现在眼看着儿子让人欺负了 赵远乔可顾不了 那许多了 把二百弓箭手传奇了 杀问七星八宝 转心庭 因为赵远乔 听这个 司徒朗 还有张芳孔秀 他们议论来呢 张芳孔秀 跟这和尚他们一对话 知道要去破亭去 要去献牌去 他往七星八宝 转心庭 这么一杀 赶在这儿整势 破亭倒排这机会 帮他一起啊 这二百人是训练有素 您别叫三个一左 五个一右 一堆一伙的 真要说这些人一露面 这弓箭往外一射 进退有序 没有你歇着弓 为什么左边一几个 右边几个 这个上 射完之后 他得重新拿剑拿弩 这波就上了 秘如连珠根本不让你 有闲着的时候 你夺的能耐你也夺不了 全对着这座七星八宝 转心庭 这二百人 别的不练 天天练这个 都是神射手 过发过重 不在话下 能开硬弓 能射长剑 就这二百人 战斗力 说实在 真碰成一支大军队 都敢迎敌 厉害 那么赵远桥 赵小桥父子 之所以为能称雄武林 也仰仗这支长弓队 现在 撕撤撤撤 来到七星八宝 转心庭 要给赵小桥报仇 赵小桥疯了 手里边递了这刀 买豆腐的 你给我出来 我饶不了你们 大家伙在 七星八宝转心庭 这么一瞧啊 还坏 七星八宝转心庭 里边 机关消息 是都给破了 那么外边 这可怎么破呢 布林先生 原话 拿眼这么一瞧 这是个阵法 自己身边这几个人 纵然都武艺高强 顾得了左 顾不了右 顾得了上 顾不了下 难免要有伤亡 众位先别出庭了 他们也不敢进来 他们进了七星八宝 转心庭 咱们退到二楼 我把一楼的机关 给搬开了 这二十多人 怎么进来 怎么出去 保证 他们逃不了便宜 可咱们要出去 恐怕为其所害 同林说 袁先生 那么他这阵法 您懂不懂 懂是懂 可有意见 你看见没有 投了这几排弓箭手 你得越过去 看那打帮子的没有 打帮子那是总指挥 只要是把那打帮子的 给制死了 他这阵法可就破了 剩下二百长弓手 不足为律 凭几位 侠客的能为过去 就把他们都给灭了 哦 同林一听 不成啊 我冒冒险吧 几位 他这么一抱拳 十多红薰 不灵先生 原话 这几位都是老谋深算 怎么样 同林 我打算闯一闯阵 陛霞和人一听 海川我陪你去 因为我一双铁掌 我出去捞他几只剑 活皮几个人 我护着你杀过去 你把那敲汪子的给弄死 你看怎么样 张芳跟孔秀一听 要没辙那就得去 师父我们陪您去 张芳说 我有三只莫门弄 今儿我都撂到这儿了 看看谁射谁 不成我先上二楼 抢占有力地人 我推黑楼川 我跟他们拼了 大伙一琢磨 统领恐怕冲不过去 这正商量万全之策 就听三楼金顶上 咔嚓一声 把窗户踹了 有一人探身行来到 七星八宝 转心亭以外 站在那边飞檐之上 首情日月 五星双轮 大喊一声 来了 书中代言九尾宗一 世界妙手 老爷子司徒朗 听明白了 奥巴这敲帮子的致死就行了 你们商量什么呀 不这致死不就完了吗 不懂得高空抛物线呢 那时候他怎么懂啊 他学过西洋的机械学呀 我上三楼往外一蹦 我不就蹦过这几层人去了吗 他也没跟大伙商量 大伙在一楼这还琢磨往外冲呢 那伙子人呢 都对着这一楼这窗户这门 知道里边这几位有能耐 出来那就是乱剑齐发呀 那敲帮子拿着这不错 也能瞅这门 他哪知这位从上去下来 日月五星门在手中一擎 一斩自己的双背 跟一只大鸟一样怪叫一声 顺停的上三楼就蹿下来 跳的怎么那么准 整奥这敲帮子的跟前 司徒朗依然漂白称他一乐 朋友 你别活了 这敲帮子拿着这帮子 双轮往前阴地 整在着前胸 一翻翻的车拉一下 打开膛了 司徒朗是真狠的 哗一下 这二位人可就乱了 再瞧身旁这几个弓箭手 拿着弓可不能射 轻弓张箭 在人群里的等放 投鼠机器 弓箭手不能往人堆里头放 自己射自己呀 那只能抡起弓来抽 拿着这弓照着司徒朗 脑袋就要打 也都练了 你要一般人这一弓抽上 你还不能弹 你拿你的胳膊一扛 插賴一下 这胳膊就要下来 为什么 弓箭手多快 这都是 钢前 您琢磨琢磨 他又练过 抡起来 打长弓 抽的哪哪下来 司徒朗是微微冷笑 这就看出日月五行轮 这种兵刃的好处来 日月五行轮 跟同林这一队 紫舞鸡脚鸳鸳鸳 专破这路兵人 赢着这钢弦 双轮那么一挫 咔嚓弦就折了 往前一地 又一个 指东打西 眨眼之间 就放躺下二十多字 赵远乔 赵小乔一瞧 这白胡子老头 打哪蹦下来的 赵小乔一指他 爸爸就是他 就是他 他爸爸一瞧谁呀 他怎么了 他把我绑起来的 哦 跑 赵这爷们也够刺 一辈子训出二百人 他不管了 爷儿两个 磨头就跑 司徒朗眨眼之间 手底就杀了四五十人 司徒朗这个心黑手狠 在咱们这套书里头 那是出了名的 真下得去手啊 十多 红轩 小不冤 王还 这三口道 可就出来了 紧跟着就是同林 一对子武祭照鸳鸯月 身后头 可就是陛侠长老 并太岁张芳 蛮子孔秀 似乎过林先生原话 跟孔秀这能耐 真要碰上有本事的不行 但专达二无言 这人几个啊 在外围堵着 二百人箭手算倒了没了 怎么 心里边有一司徒朗 甭管谁碰上 一照面就要你的命 这老爷子手底也快 而且都不留活口啊 不是说把你打趴就完呢 左一轮右一轮 挨自死碰就完 跑还跑不了 外头三口刀 一双肉手 还再加上一对子武祭照鸳鸯月 眨眼之间 二百人 好可怜 七星八宝 转心听以外 死尸一片 二百人一个眉虎 全宰了 司徒朗之杀得杀性大发 面露争灵 大家伙使知道 司徒朗之凶狠 只有同龄 深知此老 虽然现在 是改邪归正 但是遇上事 旧态复发 手底是一个活口都不留啊 大家伙没办法 把这二百人 进阶歼灭 司徒朗 甩银燃 身上全是血 把双轮交在左手 用手点指中位 随我 往前山上 为什么杀上瘾来了 大伙一跳 那杀吧 跟着他最近就是王桓呢 王桓现在对的老头 我喝 打心眼里头摸呗 为什么 对付七星山 咱就得这样 一口刀是紧跟司徒朗 恨不得到前山 照着后山 七星八宝 转心听这样杀 有一个算一个 一个不留全载 可暗中有一位 这位暗中跟随 仲侠和购奔前山 这位可抖了手了 书中代言 就是火的真君 赵德谦 赵二爷 赵二爷一瞧 师多师今生 你都多的岁数 洪勋都八十了 看着司徒朗 这么杀 你们就不拦呢 王桓未报复仇 三上七星山 让我逮着两回 放他走 他不走 司徒朗 你跟七星山 何仇何恨 纵然跟七星山 有仇有恨 这二位长弓手 可不是七星山的 跟我赵德谦 一样是朋友汪王啊 不过就是 他拿想 我不拿想而已 可说我不拿想 我这些年 可吃人七星山 喝人七星山 要按说 我跟段国基段国珠 我们这两位债主 有这么些年的交情 我应该伸手管 要看着司徒老盲还 这一老一小血洗七星山 我可看不下去 可是现在大势所趋呀 二段司通西安侯 盗灭了 一定是破山人亡 而且进阶涂炭 七星山一个也活不了 让童林他们一闹 就此散山呢 也就是了 所以赵二爷没管 回小屋收拾东西 走了 看不下去了 打这就知道 司徒朗必不得好报 司徒朗造孽太深 年轻的时候 就杀无数人 江湖上坐下很多血 背着人命最多 老了老了 凶星大发 血洗七星八宝 转心听 说二百长弓手 都是他弄死的 也有点蛆疼 他弄死的又一百零几 带着王环杀得跟血瓢一样 勾奔前山 那意思见着人谁也活不了 尤其王环 白眼中启红线 血冠同仁 杀疯了心了 到前山一瞧 黑一针对得起人俩 找不着人了 为什么 二段一听 七星八宝 转心听 破了 构奔后山 小屋一看 赵二爷人去乌空 安道门也打开了 宝阔宝月也不见了 就知道 死山不保 哥儿两个带着心腹人 下了额头风 勾奔 卧虎安 由泻水这股道 单走一线 通可就走了 那众喽喽 人都是吃粮当差 哪想过日子 谁为你七星山玩命 你有这山非在行 连债主都走了 我们干嘛 我们为谁 做鸟兽散 所以七星山上 伤亡都不大 楼兽兵全跑了 整剩一座空山 大伙围着这山上一转 才知道 好家伙 前山后寨 这地方大了 二官弟兄下了功夫了 这么多年 打造一座七星山 眨眼之间 山破人亡 童林拉住大家 老哥哥别傻了 金牌现在 我手 咱们送金牌的要紧了 赶紧回转 钦差公团 这才回转 山西太原府 面见 连钦差 见着连庚瑶 把真假金牌 往上这么一现 连庚瑶一瞧 这假的做的还真真 新了话 行了 来 传太原府的知府 知府姓刘 名叫刘成 刘成到这 脸都是白的 为什么 这钦差不走啊 有一天不走也不行啊 真说这金牌找不着 然后自己这官命都没了 脸都是白的呀 说话都哆嗦呀 贵府 现在金牌涨到了 扑通一下 知府坐地上 我的妈可涨到了 你起来讲话 谢亲命 贵府 这些日子 伺候本亲命 连带着府里 上上下下 寻找金牌 多有辛苦 哎呀 我的老大人 我这点辛苦 算什么呀 能够您找回金牌 起码购奔四川 办理国家大事 替万岁分忧 与国出力 为民造福 才是正经 那么现在 托付你点事 金牌有一面假的了 他给我提了醒了 你再造一份假圣旨 再造一份假的上方件 三宝是一套真 一套假 平常 供在公馆之内 我就全供假的了 我怕别人再偷 那么真正三宝 我随身携带 群侠一听 给主一队 倒不是对万岁不敬 实在是江湖上的能人太多 这当两站 出北京 保定府一站 清源县遇刺 山西太原府丢金牌 多的能分四川 您琢磨这路 您各位走过 这高速吧 顺北京出去 出张一门就过安门 下吊条走关枪养极远 无险才人妙 小姐大姐肥尺 卢国桥长鞋驾照 他过梁仙琉璃河到桌州 那么过了桌州 岸站往下走 什么清源县呢 保定府啊 到石家庄 您琢磨琢磨过了石家庄奔西 往南就是这个定州 然后邢台邯郸 那就安阳就进了河南 他目的奔西奔 山西太原 这刚走两站 保定府一站 山西太原府 他才两站 你这要奔四川奔成都府 这多老远啊 不是我不给您快说 他就慢慢一站一站走 真是说啊 钦差要是按照咱们现在的进度 也差不多 就是到太原府 跟您说吧 我这时间跟当时那情况差不多 一两个人说了一回 基本上还原历史实实 那么你造一份假的 另外你派人接管七星山 七星山鱼孽全都扫进 把山上给我抄了 第三 现在有七星山的鱼党 有两个人拿到太原府问 问完之后 禀明了我 旧地政法 一个就是英风母的董狱 一个就是九转还阳道 梁绍兴 这两个人不能让他活了 把耿家庄耿文耿武请来 这一次破案有功 赏给耿文耿武 一个小小的官职 可是地方团练的头目 虽然不跟国家拿想 这是一份嘉奖 尤其是钦差亲自给的 那么由莲花万 请来的这位金针老道 韩景和 给治这歇子山 而且提供出来 这个人民的线索 也是有功的 他把原话说出来的 那么现在 可就赏给他 一百斤香油 一百斤白面 一百斤大米 一百斤布料 作为相思 这是钦差由官奉 你拿出来的 不能太原府出 韩景和领赏也走了 另外 可就是跟陛下长老说 此一次破亭 您是立了大功的 那么赵二爷走了 宝阔宝月 都走了 找不着了 那就没法再写 中途后报 您既然找着了 那么也赏给您 一百斤香油 一百斤白面 一百斤大米 一百斤布 一座香姿 可这四百斤东西 您要从这走呢 您挑着一路 回转娘子官 合的园 您这小官那边太累了 赠着 给您开一路条 让那地方 娘子官那地方 给您知 凭我这个钦差 这条到那里 织完了 您拉庙里去就行 陛下也走了 可就剩下了 三位老爷子 司徒朗 红勋 十多十斤生 我瞧出来了 光同海川带这帮年轻人呢 不灵 差点 您三位能不能帮帮忙呢 司徒朗说 我乐意 为什么 杀人不犯法呀 赶紧跟着钦差 血洗他的七星山 没娄子 您怎么一百多人 让他弄死了 到这还受嘉奖 我乐意 我这次就是跟着您 我不为您 钦差一经 这叫什么话 我为同林 川桑林 同海川 暗渡司徒朗 这世界上 没有司徒朗服的人 就服同海川 我为帮我兄弟忙 我兄弟不保你吗 我就保你 自此 我司徒朗 侍奉年钦差 保护您 勾奔四川建山 安马劳顿 那么马前马后的 愿尽绵薄之力 那么两位老侠 您呢 洪勋说 我山上还有好些人呢 我这回是金喷洗手 什么都不干了 退休了 哪知道我封刀 开刀 按说我日后必为乱刀所杀 可是我这口墨林刀啊 他不愿意封了 我瞧着这是天意呀 得了钦差 您赏给我点钱 我回去散山 我山上楼楼兵全不要了 我散了采凤山 追随秦差大人 好吧 可是有一节 您得容功夫 这散山不是一天半天 您这儿是耽误不了 太原府您起码往下走 那么我追您去 至多到陕西凤乡府 我就把您追上 奔陕西凤乡府啊 那当然得有事 没事我提他干嘛 那么石老爷的君呢 十多一琢磨 不去也不行了 洪勋答应我也得答应 再说这鱼王魂呢 我这徒弟 我帮了钦差的忙 钦差人能帮我的忙 他爸爸当姑就是班头 更何况他杀父仇人 断锅鸡断不住 现在还没找着呢 那么得把这俩人逮走 还得仰仗钦差这股势力 好吧 我家里有不少事 一大家子人 我也得回家安排安排 我跟洪勋约 我们俩约好了 追您去 也就是 给二位都有很多的赏钱 这是安家费 十多道不用领 但是洪勋是真缺钱 为洪勋办瘦着 就为了敛财嘛 领了这笔钱好 回去散山去 搁仙二老回家安顿不提 单说太原府的知府 审明了九转樊阳道 梁妙兴审明了 迎风母的 这个董玉 把两个人共招 全都腾清了 递到了钦差的面前 钦差说安律如何 安律当展 就地政法 这才派王环行刑 为什么让王环 因为董玉 使得杀父仇人 王环亲自构奔 太原府西门以外行刑 奸斩的派的是司徒朗 跟张芳孔秀 您咱们这一人仨去 有敢劫发场的吗 这都不必麻烦 就在太原府西门以外 张贴告示 现在大破七星山 同党就是董玉 跟梁表星恶老道 这才查筹七星山 查筹九转樊阳 把这些赃物全查出来 冲到太原府的国库以内 在西门以外三生追魂炮 王环手起刀落 斩下了董玉的人头 九转樊阳道 梁表星 与我道没有多的仇恨 这谁来 司徒朗我来 这棍的杀人 这都好 感情这位是弑杀如刑 您别看八十多了 他好杀人 日后司徒朗死得很惨 真说的那天 各位您得原谅我 我咱们得逼如九轻 因为司徒朗得死 死得不好 有功夫您要看个原文 您就知道了 这么大能耐司徒朗 而且改心 向善了 竟办好事 可是还是没得好报 就是这一辈子 手底人命太多 那么割下以后不提 单说眼前 三个人跟着 太原府的知府 回复到行员以内 见着清差年耕阳 把以往的事情 全都交代清楚了 钦差这才传下命令 焚香沐浴敬首 这才请三宝 起驾往下一站走 太原府的知府 率领太原府合成文武 送出百里之外 这才领亲命回转太原府 到今天太原府 可就全说完了 出了北京 头一站保定府 第二站太原府 倒上快 咱得说出快疲了 清差期的观座马上 面头了 作为银马的 可就是镇八方 子面昆林侠 同林同海川 身后的顶马的 可就是九尾宗医 世界妙手 老侠司徒喇 这三匹马 正往前走着 投了 明国开道 全都是肃静回笔牌 感情陕西凤翁翔甫府 知府 叫做刘汉顶 刘汉顶率领陕西凤翔甫府 满城官员迎接老大人 进凤翔甫府 歇马 歇马三天 代理民词 如果没有意外的情况下 三天之后 请三宝 往下一城满 他没有意外呀 他三天就走了 能没有意外吗 他清原宝定府这有事 山西太原府有事 到了陕西凤翔甫府 咱要不给这弄出点事呢 那咱们能对得起他吗 等三天呢 您各位得带走 一礼拜 清明世界雨飘飘 有一个小寡伯好心教 皆因为主屋的丈夫下市早 今儿个一开把纸烧 小寡伯洗了一个清水的脸 不擦烟这本自来的腰 头戴白白身穿笑 三寸金脸也用白布包 左手拿着千张纸 右手滴了这姜水瓢 行行走走来的快 不多一会儿 新坟来到了 男人烧纸画个实字 女人烧纸画个圆帽 画了一个圆圈 留了一个门 为的是死鬼来了 毫不前头 小寡伯左手撂起千张纸 右手放下了姜水瓢 未曾开言 我雨带泪 未曾开言 泪嚎啕 哭了一声丈夫 你的心态狠 把小奴家一个人来撇偷 过了门子 过了门子将然一个月 你就一命呜呼 命负阴桃 不是咱俩 不是咱俩情不真了意不好 是在你们这一家子 他不把我来撂 我有心守着你这个牌位过呀 你们这一大家子跟我闹毛包 我有心不守你这牌位过 那些个相论皆谈 我可犯不着 大姑子天天把我打 她是鸡蛋里头把骨头跳 小姑子天天把我骂 就属她的嘴最骚 老婆不就在上房坐 每天叙叙有道道 也不是你们家对我都不好 老公公对我可不挠 我刚搬个板凳 说这两个衣裳 公公说桥摔着 那最高 我刚要警察去打水 他接过扁 他说我去挑 我要造成去做饭 老公公连忙把火烧 我说我去切切菜吧 他这才擦掉了切菜刀 我要吃个小苹果 老公公亲自把瓶儿削 我说我吃个小橘子 老公公亲自把瓶儿剥 随口吐了一个橘子子 公公伸手把瓶儿再抄 要不是姑奶奶我心眼硬啊 我的哥哥呀 在这坟头里边你的脸发烧 也好管呐 后急就发硬 脑子就得用绿布包 反穿罗群我得另改嫁 三十六计走为高 这一回小宝像坟要改嫁 嫁不嫁就咱也管不着 您要问广药要嫁哪一个 可别仔细回头瞧 也不用您费身仔细找 一会儿他给您蓄水拿个铜壶 变 张 со lash丝idence做 版本 现在的 他们还能夹 孙元 值得 几句参词念大 一部戏表书为正文 接眼上一段雍正建侠图 小回目叫做凤乡府 说的是钦差年更遥年的人 离雀了山西太原府 起码够奔陕西 来到了陕西地面 正是凤乡府地地 离凤乡府一百里地 凤乡府的知府名叫刘汉 顶帅何成文武前来接圣将 皇上没来 可是皇上的圣旨金牌 上方见来 这是御赐三宝 那么把年代人 众星捧月的乡房 迎进这一座凤乡府 来到了凤乡府以内 公馆助教 大人下马 说是下马 但是美其名曰叫做助教 那么来到了公馆以内 大人擦了他脸 敬了敬手 这才让人出去 单传刘汉顶一个人进阵 其律一概的 免参免见 刘汉顶战战兢兢 职工之令 来到了公馆以内 参见老大人 行礼已毕 大人赐座 是刘汉顶不敢就座 言道 大人的虎架面前 焉有卑职我的座位 大人碾然微笑 说了一声 贵府做下好讲话 这才卸了一个告证 把椅子拉过来 不过就是屁股 摘一点边而已 眼观 逼逼对口 口问心 一柄纳正的 往这这么一坐 说到贵府 地面上可曾安静 一仰仗万岁洪福 二托大人的虎位 地面十分安静 不敢说 陆布什一也不庇护 总是没有什么匪人 就是小有偷盗窃取之辈 皆被卑职我拿办 好吧 即是如此 那么本亲命我在此 歇马三千 大人您回 有事我在穿 这位刘汉鼎 倒退着 出屋 这才斩去头上的冷汗 暗道虚惊一场 这位钦差 倒没有什么派头 不过是照行公事 随便问了这么几句嫌言 自己带人 可就回府衙了 爱些知府刘汉鼎 咱们不提 单说这一位 亲命年耕摇 年代人 这才出了官服 换上便服 把同龄人等叫在自己的面前 说你们仔细观瞧 就在我这个屋前院 后院的这个过岛 好 刚才我的迷过 十分宽敞 也通风凉爽 这样 你呢 陪着司徒朗 老侠客 带着孩子们 就在前后院过岛 这儿和设席 你们可以喝一点酒 我略有些牢法 那么我休息 在休息之前呢 我和师爷有几句话要说 你们不必管我 皆因为过岛这个地方啊 看前看后 前后院都能瞧见 料然的呢 也没有什么大事 吃完了晚饭呢 你们留下两个人保护我 剩下人早早安息 然后明天再换班也就是了 同龄插手师里说了一声 好吧 点头应允 这才出来 吩咐公馆里边的下一人等 准备大人的晚饭 准备大家伙的晚饭 说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 大人是小子 开在上房屋 说跟师爷有事 师爷可就跟着大人一块吃 师爷是羊肉汁 连一个童味 三个人来到上房屋内 一边说着话 一边吃着晚饭聊着天 过岛里一会儿这儿 摆了一个大西面 还真宽敞 正好是十个人 那么既然没有老的人 那人就推世界庙手九尾宗以斯图朗为上手 下手就是同海川相陪 在同海川的下肩 他的肩下是自己大徒弟穿云伯玉虎流寸 在斯图朗的下肩 他的下手这儿可就是病胎岁张芳 病胎岁的张芳呢 他这辈不好论 打到师父这儿论 他跟斯图朗同林 应该是一辈人 可是打到爸爸那儿论 他爸爸跟同林是联盟把兄弟 他应该把同林叫叔叔 所以这个辈分呢 就出了半辈 您常听人说 这位比那位大半辈 尤其我们这行这事多 半辈是怎么个辈 要么是平辈 要么是长辈 不计 你分打哪边令 所以这叫各居各令 您看您跟哪边近了 再有一个通常的讲 先令后不改 你从小管这位叫什么呀 大了你还叫什么 不能说因为拜了师了 你就改口了 那不像话 简单的说吧 加上同林的几个弟子 就是治好商的司马良 夏九龄 还有杨小湘杨小翠 在外达加上孔秀 那么这也是几个 大家伙全都做好了之后 韭菜的摆上来 千千让让 大伙咱们一喝酒 司徒朗察言观色 一看同林 不由得暗自点头 难怪我兄弟成事 想当初来到玲珑岛 被困在镇海川 那么那会儿的同林 真得说是义勇之夫 不过你身上有点把势而已 没有现如今 这一份的涵养 这一份的深沉 现在呢 这个同林 比原先 那可就强许多了 为什么 鸟随乱凤 飞腾远 人半闲凉 品子高 天天跟着贝利爷 天天跟着年登瑶 年轻差 天天与众剑侠客为伍 真得说谭笑有宏儒往来无不丁 所接触的这些人 不是高的就是傲的 出乎其类 拔虎夺脆 傲礼夺尊的这些人物 那么同林 挨金死金 挨欲死欲 尽诛者赤 尽莫者赫 自然他就高了 您天天跟我在一块 您反正多多少少的 或者我跟您在一块 受您的影响 您要我跟行人凑得一块 现在您也都懂 这词本来是行话 现在弄成白话 就是杂卦 杂卦当怎么讲呢 您要按行话来分析它 不单单 是开玩笑的意思 那么现在呢 电视报纸都写 谁砸谁一挂 谁谁狠砸谁 就是他拿着开玩笑 业余讽刺 哎 他们俩过不 其实还不完全是这意思 但就通俗的讲吧 我们这行人好玩笑 大伙凑得一块 你砸我我砸你 那老子我们在一块呢 可能您也受点熏陶 在这个杂卦上 得到过训练了 那么常跟我们在一块的人呢 到了某机关单位呢 办公室里边死气沉沉 他就不适应了 那杂杂卦他们都不明白 接过注 他当真的听 所以他就觉得索然无味了 可是这个玩笑也不一样 有大玩笑有小玩笑 得看您过不过 也不能瞎开玩笑 有的你看着四十成大 有的那位挺年轻 二位过玩笑 那是过小玩笑 还有的人都过大玩笑 过大玩笑 我就不给您瞧了 就没法坐在台上跟您瞧 那玩笑有没有都出圈 可他们俩不脑 还有的 两口子都快闹离婚了 在家不说话 俩人可过挂 杂卦没事 亲哥俩谁不理谁 这也不养和妈 那也不养和妈 可俩人过玩笑 杂卦不急 说正事急 这都是很出奇的事情 这不新鲜 那么您说说 大家伙坐在一块 所谈论的这些事情 对一个人的影响有这么大 那您琢磨琢磨 同林身边都是这样的人 他这个城府 跟原先大夫一样 您比如说侯伯林先生 侯伯林先生身边都什么人呐 吴晓玲 简薄弹 李苦禅 你说李远海 球省龙 张军秋 吴素秋 都是这日的幕 所以您听他那相声说出来 不留宿 特意请英文的专家 教他这个英文 所以您听人家相声 两cc per kai 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今儿也不懂 我就是听他没像的 小贵的 可是据说专业的拔醉师 对这句话都很赞许 今儿似乎于像牙疼 拔牙这个 就是大量cc per kai 多了不行 少了不行 所以您听他在台上一说 都不是瞎说 当时那个年代 因为侯向是三十年代走红的 上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 能说出法朗子来 就是人家的牙呀 这个牙为什么它疼 因为它破坏了这个法朗子 连一般的老百姓 说不出这样的话 您想听 跟高丰山高先生 刘宝贤留下三十年卖马 有一句外文 就是往外轰他 那那句话 那都是经过专家学习的 而且学的就是当年 在北京天津 旅馆里住的那外国人 都那么横 有中国的小孩卖豹的 卖这个小百货 卖小吃的 或者说乞讨的人 如果要去到外国人那儿 要 他就用这句话 翻成中国话 实际是滚蛋的意思 出去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他学的像 跟他身边的这些人 有很大关系 我只能拿我们说像 作义的给您举例子 您就知道 所以您看晚年 侯先生他的那个气质 跟一般的先生也不一样 现在司徒朗看同龄 就是这么个看法 当然司徒朗人比较偏执 他要恨一人就得弄死 他要喜欢一人 他要扶这人怎么都行 所以你打他看同龄 哪儿都好 越聊越高兴 为什么呢 酒逢知己 千杯少啊 话不投缘 算计多呀 那么敢让同龄跟他 投脾气 这些个晚辈们 又都很推崇他 千千让让 大伙他们一吃一喝 不优得 酒三群菜过五位 老少英雄等是微微待醉 正在尽欢之时 猛然间就听着 有人高声喊喝 呆可了不得 清差公管里杀了人 就这一嗓子可不要紧 再看老少英雄脸上 颜色更变 大家伙猛然间 站起身形 并没有趁手的兵认 司徒兰 用手一指前院 用手一指后院 指前院是自己聚 指后院是同龄聚 两下的小英雄 顺过岛里的两下 这么一分 该上房的上房 上东房的上西房的 上过岛的全有 真得说训练有素 就因为这帮年轻人 那都是 同龄手下的精兵强将 而且已经经过很多 大风大浪 不表司徒朗一个人 购奔前院 单说同龄 心里边着急 几步就走到大人的上房以外 没等同龄说话 大人先说话 海川在外边 同龄一听 这一颗悬着的心 这才下来 联盟大友 在 你进来 挑联盟 同海川来到屋里边 大人 二目流泪 顺眼睛往下 躺着热泪 拿手不住的擦 海川呢 同龄一条 大人您怎么了 我听外边 猛然间有人喊杀人了 你们干嘛呢 我们在过岛里边 吃饭饮酒 哦 把你一看一看 留下两个孩子 跟我这儿伺候着 你看看哪儿杀了人了 大人您这眼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这一阵还挺疼 说话间 同龄一扭头一瞧 师爷杨有之 带着书童味 全都拿手揉眼 你们三位 这是怎么回事 大人没说话 这书童说话了 哎呦 我这眼怎么那么疼呢 仅跟这师爷杨有之 也说话了 哎呀老大人 不好不好 不好啊 同伟员 我的这个眼睛 也是十分的疼痛 这会儿抬头 再瞧您的人 眼泪倒是不流了 眼睛肿了 又红又肿 同龄一瞧 这眼睛先搁也别提 我先出去瞧瞧哪儿杀人吧 来到了屋的外头 抬头一瞧 四面房上都有人 点手 把张芳跟刘顺换下来 两人一个房前 一个房后 保护大人 自己低了腰上房 这会儿整赶上 司徒朗由前头往后跑 哥儿两个在房上见面 同龄问司徒朗 怎么样老哥哥 看见什么动静没了 司徒朗一摆手 用手一指 后院有十几间照房 拿手一指 这照房房间底下 感觉房间底下 挂着一颗人头 并不往下流血 司徒朗眼间 已然看见 同龄跟司徒朗 两个人 飞身来到窃进 房间底下一伸手 把这颗人头摘下来 人头啊 小辫 拴在这个房间底下 面目猙獰 他怎么不流血呢 刚才的 可乐 在这脖子这枪子 这刀口那儿 糊了一层面 这是谁啊 再小孔秀 可就把公馆里边 所有的人全都集中起来了 大家伙一听 怎么着 青柴老的人将然 驻马在公馆之内 不过半日之余 公馆就出了人命 这可了不得了 大家伙全害了怕 同龄把人头拿到大家的面前 你们哪个人认得此人呐 大家伙一瞧这脑袋呀 全认识 怎么 厨子 把厨子给栽了 这厨子姓陈师傅 脑袋在房间底下挂着呢 枪子在哪呢 上厨房枣子 大家伙勾奔货部厨房 将来到厨房门外的 已然闻见血腥之味 把厨房门打开 往里这么一瞧 全堆着了 怎么 陈师傅这枪子 脑袋冲里脚冲外 趴着地上一滴的血 往灶台上一瞧 没做完的饭菜 全都在灶台上搁着 火都没封 这火上还做了一支铁锅 没来得及放油 现在烧的是奔巴烂响 再一瞧啊 旁边有白面破了 这面破了打翻了 和着这位拿刀一下 把脑袋拿下来揪了小辫 他怕淋血 道上有血迹 他一瞧旁边有面破了 这位手机眼快扑一下 把人脑袋处的面破了里了 脖子刀台着 一下沾成一层面 就不往下淌血了 很从容 出去把人头小辫拴在房间底下 然后是这样 还回着厨房 又写了一封信 有一大海碗 就把这纸条啊 压在这海碗底下了 孔秀伸手把这张纸条拿出来 递在了 同海川的面前 同林司徒郎两个人 接这个纸条的那一瞧 上面写着几句话 说来至府奉降 占用竹木香 厨艺多不结 因此刀下亡 若问其中是十多之端详 把十多告下来 同林一瞧 司徒郎 司徒郎一瞧 同林 这里怎么还有十多的事 拿着这个 见大人去吧 这儿去找人 去传刘汉鼎 哥儿两个拿着纸条 来到上房屋 见着刘准跟张帆 刘准张帆说并没有什么动静 可是屋子里头 可知哼哼 这老三位现在疼得坐卧不宁 原地打转 敢同林司徒郎再跟上方屋一瞧 可了不得了 怎么 三位都争不开眼 刚才啊 年代人 杨师爷还有这书童啊 还能把眼睁开 还可忍受 现在不行 疼得坐不下 站不起 原地直断 再往脸上一瞧好 这两只眼 肿子跟俩头似的 完全红肿 这眼睛啊 成一条缝 根本睁不开 看不见眼珠 饶是年钦差 这么大的身份 疼得直哼哼 同林来到窃进 伸手一服年耕摇 大人 我是海川的 哎呀海川 碰一下 年耕摇身手 我同林钻路了 海川的 我这两只眼 这是怎么了 不但您 师爷跟书童 都有此证 十方才 您三位 恐怕是中了暗算 不错 哎呦 怎么 好疼 又疼又痒 我可不敢伸手抓 您可千万别抓 您 是吃了什么 喝了什么 还是抹了什么 都没有 十方才 我们三个人 正在谈话 这个书童 伺候我们两个人 吃饭 那么突然间 就觉得 一阵的异香 这股香味 十分的清香 师爷还说 怎么那么香啊 我们俩人就提鼻子 闻了几鼻子 再没有什么异样了 紧跟着就听 有人喊杀人 你们可就来了 哦 同理一听 对了 这写着呢 从这个字面上 就知道 暗算钦差的 这宗暗器 叫竹木香 来到府凤乡 赞用竹木香 这个香就 啄眼睛的 大人 这有胆大的责任 来到了公馆以内 杀死厨艺 杀人流简 上面写了这么几句话 还望大人过目 我过不了目了 你给我念就得了 来日府凤乡 赞用竹木香 厨艺多不竭 因此刀下 若问其中是十多 知端阳 大人闻听 倒抽一口凉气 哎呀 竹木香 儿等可曾闻之下 哎呀 同龄看过司徒朗 然后是司徒朗 这么大岁数 这么大的能为 并没有半点消息 从来没听说过 竹木香是怎么回事 一脸的茫然 我怎么进不知 那么这个事情 怎么还有十多呀 童林吉芒说 想十多十今生 十老侠 人称侠子 恐怕 哎哎 海川 我并不是疑惑 十多暗算于我 这分明是有人借刀杀人 暗算本亲命 栽赃于十老侠 想那十多十今生 现在还在太原府 并没有跟到凤祥府 十多不来 这个暗恐怕破不了 岂不又担言了 本亲命 我的行程 而且不知道 这个相对人身体 有多大害羞 大家伙一筹莫展之际 就听到外边 有人前来禀报 说刘汉鼎来了 再瞧凤祥府的知府 刘汉鼎 手托着大帽 哆嗦成一个了 进门扑通 把帽子往地上一撂 可就跪在这儿了 说话都哆嗦了 背背背 背之有罪 大人 用手挡着脸 盖着自己的双目 听声音 往地上这么一指 刘汉鼎 是本亲命 我曾问你 地面可曾安静 你言道 并不有作奸犯科之人 现在有胆大的匪人 来到了公馆以内 杀死厨艺 是杀人刘简 竹木香 暗算本亲命 师爷书童等人 你还有何话讲 卑职有罪 献你十日破案 将罪犯拿货 否则贵府听餐 这儿是刘汉鼎 磕头如鸡奔碎米 可就出去了 他带来的人 啪啪啪 这么一验这个道 死尸 脑袋跟枪子对着上 和府的人全都认得 整个公管里 没有不认得 厨子陈师父的 这枪子也是他的 这脑袋也是他的 那就缝吧缝吧 当时停炼 先把死亲找来 这陈师父呢 家里有苦主 有老婆孩子 告诉他 为匪人所杀 日后破案 给他报仇明冤 也就是了 大人法外失恩 由官奉里边 拿出十两银的来 作为抚恤 那么大人 那么大人这言怎么办呢 刘汉顶要将功折罪 这才找到 佟海川 说的统委员 老大人 我府内 有一位汉林 是个晋士的底子 可是不在京为官 回到奉祥府多年了 这位晋士姓徐 徐晋士 并不坐堂行医 但是一道破惊善 其皇之术 专制这个牧科 那么我有心 请徐晋士前来 给老大人 医治病症 以赎卑职之罪 好 既然如此 您速派人去请 刘汉顶不多一时 同着这位徐晋士来 徐晋士一听说 给钦差调病 也很紧张 来到了上皇屋 一瞧这个病 给三位分别的 诊完墨之后 不住的摇头 说要是一般的眼疾 什么清蒸啊 热庸啊 巧蒙眼呢 青光眼呢 这个 我都能治 不敢说药刀病除 反正总是有几成把握 因为我给不少人都调好了 虽然我没有行医的资格 我不是座堂行医的 但是我祖传的 家伙自己看了很多医书 学的就是治这个木科 敢说陕西奉祥府地面 还没有能比我高的 但是大人这个病 是中了毒了 对了 同林一听 金石工您说的非常对 小连工啊 这也是老爷 徐老爷 您说的一点不假 这叫竹木香 哦 那我听说过 竹木香 我听人说过 我可治不了 为什么 单有它的解药 据说这个香 非常的香 仿佛佛香一样 就是 那么四寸多茬 跟筷子那么细 点燃之后 那一股清香 人要闻了 当时找通风的地方过过风 还不受击毒 就是贪他那一股香 猛然间提鼻子 紧歇那么几口 只要是一入了脑了 这个香气 专攻人的二目 竹人的双眼 可是连藤带养 其他地方并没有变化 七七四十九日 这个毒发身亡 无药可治 徐进神的秘书 童林可就急了 童林说 那么您不能治 您有听说过他 有什么其他的方子没有呢 这位进士工一听摇了摇头 这样吧 我你开一方 这个方子 我也就是保持毒气不归心 不往脑子里头走 可是盯不了多长时间 那么您另聘高闲 说着话 可就开了一个方子 童林派人去抓药煎药 不必戏表 把进士跟刘汉鼎 所办的这些事 说的这些个话 完全都跟钦差老大人 交的明白了 钦差一听 还穿哪 本亲命出京 购奔建山 查办英王傅昌 振继灾民 真得说事有多写 出京以来 保定府清源县遇刺 山西太原府丢金牌 将然来到陕西 奉祥地面 又被胆大的责任 竹伤二目 刀伤处矣 那么不用问 真要到了四川建山 不定遇见多么凶险之事 看起来 英王傅昌 反心却有势力浩大 而且证明他手下 能人太多 屡次的暗算本亲命 这一次要没有解药 恐怕 我过不了 七七四十九日 这一个多月 我是往前走 还是就在这等 还是回京赴生命 另聘他人呢 同龄说 老大人不必心交 不错 我们是遇见很多困难 但是这上的有十多二字 单等 十老侠来到了凤香府 一问便知 话音未落 就听有刘顿在外答言 说了一事 回清差 老师 现在 有洪勋十多二老 在公馆以外求见 说的是凤香府集合 皆因为洪勋 要回去散山 十多要回家 安排自己的家伙 很费事的 说你们这个 钦差的队往下走的吧 我们人少走的快 别看我们启程晚 最多到陕西凤香府 能追上你们 你们在陕西凤香府 一些马 前后差不了一半天 我们准到 果不其然 话对前言 刚到多半天 洪勋十多赶来了 童林拿着这纸条 留下司徒朗 保护大人 自己上大门外进 一瞧 两门各自带着两个徒弟 那么洪勋这俩徒弟 上这个采梦山 办寿的时候见过 石夺带着俩徒弟 其中一个见过 就是小不原王还 另外一个 不认识 不仅不认识 挺热的天 这边这穿上搭帽太难了 身上穿着一老洋 皮袄反穿 毛冲外 头上戴一毡帽头 底下穿着棉裤棉鞋 童林一瞧 石夺这徒弟 是要子这 不发要子 不打摆子 这么热的天 这武子严实干什么 石夺跟洪勋 见着童林很高兴 说贤弟 你还亲自迎出来了 同着我们老哥俩 带着这几个孩子 见见钦差 童林一白手 别见钦差了 您跟我啊 门坝这儿 单说两句话 石夺一瞧 从海川脸上变烟变色 知道有诗 怎么了兄弟 您瞧瞧这一句 说着话 把这纸条可就递过去 十多九十来岁 低头一瞧这纸条 汗就下来了 说九十多岁人 能没涵养吗 那么大侠口 这案太大 底下这两句 关乎到我石夺 全家的性命 刺杀清差 哪还了呢 童林 拿眼瞧着石夺 石夺 二目捏呆呆发露 童林一瞧 哥哥您怎么了 兄弟你瞧瞧 把这纸条递给洪熏 洪熏接过了一瞧 海川哪 我保证不是他吧 这两天我知道 怎么了老爷子 就是钦斋大人 也没疑惑到石老侠的身上 二位老哥哥 这里的说的竹木香 最主要 杀死一厨子还不再紧要 这个竹木香 您知道不知道 石夺说我知道 不但我知道竹木香 而且我还知道 怎么解这竹木香 这竹木香 四寸来长筷子粗细 文件之后 七七四至九日 众者必死 对 您跟近视徐公说的一样 是 要解这个竹木香的香毒 但要用一种莲花露 这八宝莲花露 只要一纹 往眼睛上一擦 当时就好 十分的便宜 您有吗 我没有 那么您知道方子吗 知道 您会配吗 会配 会配您怎么没有啊 海川你不知道 这个八宝莲花露 一共就是八位 要材 这八位呢 五位为君 三位为臣 这五位主要 很平常的 不过呢 就是杨丹 还有叶鸣沙 冰片 桑叶 还有就是龙胆 这五位要材 到哪个要扑 全都能抓得来 也不出奇 多了不用 一二二两 说银子呢 花不了几钱银子 这个君药都这么便宜 那那臣药 就更便宜了 不用花钱 随便捡 那怎么配不了呢 这三位臣药 说了等于白说 能说呀 三冬雪 九秋霜 中浮雨 还有个小要引子 什么呀 莲花的花蕊 这莲花的花蕊好找 每幅都有 直到夏天 上河塘里边找去吧 只是开莲花 采完了莲花 把花蕊蹬下来 那就好办 可唯独这三位臣药 今年有三冬雪 不一定有九秋霜 他中浮不下雨 你怎么办呢 今年就算配不了了 十年八年赶不上一回 是中浮雨 九秋霜 三冬雪 全全了 只要有这三位陈药 把这五位主药 搁在坛子里头 再把这个莲花的花蕊 搁在里头 拿荷叶筹子 那么一封口 把坛子封盐了 可是不能够少做 怎么着 也得做这么十坛子 八坛子的 一块埋着地底下 埋三连 三连之后 起出来 就须有成的 有不成的 简单说不 十坛子里边 能成一坛子 把这小瓷台 打开了 上边是一层白栓 这白栓底下 就是这几位药 这个药材 跟这药水 全没用 就把上面这层白栓 撇下来 再找小瓷瓶子灌进去 你看它在这瓷台里头 它是白栓 敢灌在这小瓷瓶子里头呢 它就变成了 淡黄色的药水了 皆因为啊 是明五暗三 一共八个药 药有的药引子 是莲花蕊 故而起个名字 叫八宝莲花鹿 真说没十坛子 出两坛子 攒不了 那么点的小瓷瓶半瓶子 就一点 可是竹木香 也是有方子 没有药 真有人呐 拿着竹木香的 这个香方子 哎 擀这个香磨 治这个香 可是擀出来呢 据说都不对 不能够足以达到 治人死地的 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没有这宗毒药 又何必配这解药呢 多少年配不出 这么一料来 配它干什么用呢 你别看我知道 这香 我也知道这解药 我可没有 谁费热尽做它呀 好嘛 那么合着您这一说 49天之内 要想做这解药 是没戏了 甭说49天之内 49个月 也做不来 大伙一听 完了 感觉做这解药 这么费事呢 中府雨 九秋霜 三冬雪 先凑一块 太难了 那么现在 老哥哥 事由您身上起 这里都写着呢 要知其中是 十多之端香 不错 您是之端香 您说的蛮清楚 那恐怕您得想想 您有仇人没有 他为什么牵连您在内 把您害在这里头啊 还穿呢 我 十多说的这样 一咬牙一撒狠 把泪下的宝刀 情在手中 大不合恩 崩荒 苍朗一向 宝刀出侠 同类一看 要抹脖子是怎么着 老哥您别着急 赶将老爷子一挥手 拿刀 一架身后徒弟的脖子 谁也就穿票 这位 小冤家呀 事到如今 可不是师父 我意狠心毒 现在 把我千年代内 可是不由我起 这个事情 可是由你而起 这个事情可是由你而起 川普遥这位一听 脸都白了 扑通一下 我就跪下了 不错 众位侠子 我的老文师 事情是确由我起 书中代言 这根心万 叫万方万里程 因为他脑袋上的 天然的这么一嘴白头发 江湖上人送他一个美号 叫玉顶金英 他可是十多的大徒弟 他学徒的时候 还没有小不原王桓 那王桓今年才江二十岁 可是 这个万方 他跟着老师学艺 软硬工都有 最得意的功夫 是老师传给他这一对 五节笔管枪 一共五节 这一对五节笔管枪 出神入化 神贵莫测 再有他的气功 就是寒暑不亲 他有气功 他要效仿小方 说欧阳德 夏天穿冰袄 冬天穿沙袍 还得拿马扇子 专找这个人多的地方 三九天 鹅毛大雪 真得说滴水成冰 点水成零 哈气成云呢 一口哈气叭唧 掉地上有声 就这么冷的天 他穿一纱袍 然后端着一大碗 搁一大碗冰块 这手拿一把大扇子 找一封口 嚼这冰 然后扇扇 用一用自己的气功 往外逼这汗 让人瞧着热汗之塔 顺脸上往下掉冰柱子 人钱显贵 人钱显贵 但等到 三福天 最热的时候 他穿皮袄 穿皮袄不显脱 怎么办呢 他反穿着 老杨皮袄 二串剪毛 大卖碎 反穿着 让人一瞧啊 甭说过来拿手摸 就瞅着这东西 心里面企 当时就能上火 甭说瞅着这人 就瞅着那件皮袄 就得一包人丹 要不盯不住 火箱正气 避文散 老得在兜里揣着 为什么 谁跟着万芳断倒都没了 看着他热呀 底下棉裤棉鞋 脑袋上一沾帽 暗藏自己的兵着 这一对 鼻管枪 走到哪儿 还高冷 故意的浑身打扇 他的功夫是不小 石头很反感 石头说 你这不是华盛取宠吗 你是我的徒弟 我这么大匣子 你的功夫是我教的 那么错非你身上这点能耐 我行不行 那老师你一定是行的 那你看我什么时候跟你这样子 我五六十岁 现在十多九十多 当年教他是五六十岁 我五六十岁的年纪 我闯荣荡江湖多半辈子 凭的就是咱们爷们的行侠仗义作风 凭的就是这口刀的能耐 有功夫何必要露在别人的眼内 你所知学 包括师父我身上会的 不过是大树一夜沧海一宿的而已 有什么能耐 你进步不了了 我也不说把你逐出师门 就冲你这个行为 以后你别跟我小了 我再教你别的 你不定什么答案的 为什么 不能够诚意 就是有的人会多少能耐 他都让大家知道 你拿我来说我会大把 我可不哭唱 我也不止他换钱 为什么我知道我打得不好 赶上对机会 你说岳坡反串一个 哎 尝点单仙来点大鼓 也能糊弄 老唱不行 然透露我会 平常说书我也背担弦子 低了的股低了的股价 那次我可会 那有着人 坐汽车 他都拿着板 恐怕别人不知道他是说线 拿街的板 跟车上 太阳爬过的东山头 小梁头上场 就把这个黑豆送他背 练嘴 旁边的人一条 就这说下 有的人呢 马路红 然后有池子红 还有马路红 就不走在马路上不唱 有的人唱歌是为了壮眼 因为他上夜班回来 哎 你看透了小黑胡同 也不谁哪孩子讨厌 把路灯还给拆了 平常走这有路灯还好点 今儿没路灯 走到这儿 一旧胡同 先咳嗽着 唱都唱着革命的歌曲 我们几度风雨 唱这个 警察的故事 唱这个 给自己装膽 有的人不是 大白天 走到马路上唱 骑着车唱 他特意的把他那个 半导体 过去半导体 现在都是喇叭 现在你也碰得上这人 骑着摩托车 骑着挂着 开着汽车 把声音放得很大 哎 这都归到马路红上 哈哈哈哈 哎 那么这个石独呢 对这种行为不敢冒 他认为自己徒弟万芳啊 划重取宠了 给轰了 万芳怎么样呢 万芳啊 心里边很懊悔 也知道自己的行为呢 办得不对 可是外面已经 嚷嚷出去了 自己再因为这 改半导也不成 老师啊 既然不教了 那我就别嚣嚣了 可是对石独很尊重 三姐两寿的 总是不大理 像你知道老师讨厌的 你在外边穿这个 看老师来的时候 你换了不就往附近 他还穿这个 石独急了 因为平常你不来 就三姐两寿来 就我最高兴的时候 你给我添火星 石独瞪眼了 大今儿你一趟都别来了 为师我不挑你的眼 这半方的 跟老师也叫人去了 还来 来会儿来 一声不唤 可不进门 预备东西到门口 可就交给自己的师兄弟 或者实际的家人 您给我带人去就完了 离我是不辣 但老师瞅见我 不高兴 我不招老师 不生气 石独也是无奈 你说万方不孝顺吧 他是应师道德的全来 你说他孝顺吧 他就是不改他的毛病 你说这叫什么人 什么人哪 世上什么人都有 无独有偶 还有一位 也这样 这位可了不得了 他老师就在凤祥府以西 有一座金凤山 山上有一座玉皇岭 顶内有一位方丈叫做赤胆霞 人称 精精好斗 双刚掌 大和尚会兵 会兵的大徒弟叫铁爪药的高飞 也这样 冬天穿纱包 夏天穿皮袄 怎么那么巧 会兵交的也是一对 五截比管枪 高飞呢 自诩 除了老师 别人谁都不服 他老师就这样 他老师 他老师 那么样的狂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 他师爷 是董钱 咱们这套书要说武艺 那会兵确实是到头的人 所以大和的会兵狂 不是说 夜郎自大 自诩天下第一 确实天下第一的马 那外面行走江湖 会兵 甭说用兵着 当初没跟 董钱小弟就一队双刚掌 能站过 会兵的就已经很少了 自己的哥哥 天下第一侠 方魁方伯林 所以 多少高人教他一个 他又是欧阳修的徒弟 又是董钱的徒弟 他这么大能耐 他的徒弟呢 就没有怕 有识无恐啊 你别看能为不是说那么高 你要说寒暑不亲 你对比管枪也很了得了 但是够不上头鹿角 那话可就没地方听去了 每天杀西个歹八个 门后还戳了二十次 简直是悟空一切了 有坏人呐 可就找这天上药的狗飞来了 反正还讲着您不来呆呢 您讲着就怪不错了 您知道有个十多十今生吗 我太知道了 那是我大爷 十多十今生 跟我大爷 跟我师父是把什么那样 跟方奎方不临 当初会宾为出家的时候呢 叫方杰方仲林 他们哥俩 跟十多个的感情最好 我们经常的见面 有时候十大爷上我们金凤山 有时候我也上小王家团找他去 你提他在什么 他有个徒弟 叫万方万位成 穿着打发跟你一样 可是有意见 人家岁数比人大 人家可就说了 再有冬天穿沙脖 夏天穿皮靠 使这个一对五截尾管枪的 可就是跟他小的了 他那么说来呢 那么说来呢 他说谁 除了你没别人 打今儿起 您不穿就不是小人家 您要穿就是小人家 嘿 这可逗气 这可逗气 高飞你应该跟老师说呀 他没跟老师说 背着贿宾 高飞可就下了金凤山 他干嘛呀 他上山西太原府小王家团 十多十金生他们家来了 到这趴他一打门 十多家里有家人 一打门就愣了 大爷你 以为大爷回来 万方回来呢 话说一半 哦不是 看着比万方年轻点 您找谁呀 这是 石老侠 侠和爷 十多的家 不敢 是 您找老爷子 不是 找他大徒弟 我找万方万里藤 哦 他不是玉顶金星吗 我是铁找药 实际的家人一瞧 这玩意人一群分物以类聚 什么人玩什么鸟 什么人交什么朋友 有我们大爷 徒弟大爷这位 冬天穿沙袍 夏天穿皮奥的外形 就须人贴找药的也这么穿 大概他们这是一族的 他没在家 他现在不常来 三节两寿的去来 好 甭管哪天来 干上他 金凤山 惠宾的徒弟 我叫铁找药的高飞 别等我找他 让他找我去 看看谁跟谁小的 他走了 可家人的你忙呢 见着万方也没提 万方来不进门 了中就走 高飞连着来了 三次都没碰着万方 高飞一瞧 好难找的万方万里城啊 御顶金英 行了 那可别让我兴高的对不起你 我就在山西太原府小王家陀附近 我就穿着这一身衣裳 我做几个案 做案不要紧 我留你万方的名字 我也不犯的大案 小小不言的案 到时候有人一爆出你万方的名字 想你万方的侠子门徒 就得自首到案 到衙门打官司 有没有死罪 把你下在了南牢 那时节你高飞高爷爷 我来到南间你那施展手段 把你救出大牢 带到无人之所在 我跟你比武较亮 到瞧谁瞧谁 你说这管什么 随意践踏国家的法律 我办完案写你名字 把你抓起来 我再把你救出来 这不吃饱了撑的吗 可人就怕钻牛鸡脚跤 高飞要跟万方万里城一堵高下 就因为这一链日差 同志们可了不得 大战金凤山 那么大的大和人会宾是山破 人亡 大战金凤山